赚钱辛苦吗? 小知书别担心 每周五晚上 7点 逆走投资真心话 帮你解析台股 PTF和各种投资的观念 每个礼拜二 礼拜四 盘前8点半 标股抢先报 我会帮你整理好 当天的投资方向 和赚钱的标股喔 要知道每天盘中盘后 掌握我的标股好康吗? 赶快来扫描我的QR Code 或加入我的Lite 或者搜寻小老鼠 GoGo17888 让我带你一起巴巴巴 您现在收看的是 运通财经台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 创意比赛尽在运通 亲爱的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股市女王 我们先来看一下大盘 好你看喔 今天大盘最高涨多少 659点 指数最高多少 2373号 这个在前几天 我一直跟大家说 我说台积电 法说会过后 指数会冲到两万四以上 对不对 而且我也一直跟大家说 预期台积电的法说是好的 对不对 来看一下 有夠強的啦 你看台积电今天涨多少 50块 而且最高是多少 1100耶 突破前高 对不对 好那你有没有印象 对不对 就在昨天 大家很担心 对 都说台积电可能会跌 要崩啦 我在这边跟大家说 我说 第四季的这个展望会是好的 对不对 你看今天 你看今天真的是太强了 你看最高来到1100耶 好那这个 如果说你是这一波 就9月跟我880 买台积电 我算了一下 一张 21万8 很好赚 对不对 好 除了台积电之外 我也跟大家说 我说AI重回主流 对 好我昨天 这个我就有讲 高位阶的CPU 资金转到哪里 AI 因为AI重回主流 好你看昨天 这个当大家还在 觉得就说 那个CPU还是可以放 那我就跟我家族成员说 我们把华星光获利出掉 来你看 那当时我会员也说 华星光不是还好好的 为什么要出 好你看今天 今天华星光跌下来 对它最低跌到140的时候 我会员问我 我说老师你怎么会这么强 人哪知道要出华星光 理由是什么 很简单 理由就是我讲过了 我掌握了筹码 盘中巨量 我如果被我研判 我觉得这个巨量 是有人在出货 我就立即带我的家族成员 市价做一个除情 对 你看华星光 我多少买来 我在这个147附近做买进 对 那昨天呢 158 157 对附近卖掉 我跟他一张也赚一万 十张也赚十万 对 所以我不只低档 我会布局 对 在这个高档的时候 当筹码有变化 立刻到我家族成员 做一个卖出 好 除了华星光卖掉之外 我们的资金 接下来都往哪里 AI相关的 好 机器人 你看一下金站 金站今天很厉害 最高冲到101.5 对 所以呢 金站这一档 我真的是太会操作 来你看 59买进 对 好 那波段 对 放到哪里 翻倍卖掉 然后呢 在91块做一个买进 对 好 你看这三天也赚了10% 对 好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大盘 那个个股等一下再来说 因为今天 我觉得这个 大家 这是一定要 我觉得低档 低价的这个 水人加机器人 我已经介绍三天了 今天好不容易平盘上 对 它尾盘又拉上去 从这个平盘上涨一点点 代表什么 阻力都不让它跌 所以今天节目很重要 看到最后 这档个股 一定要买到 好 来我们来看 你看 当时9月26号的时候 对 指数22848 对 我怎么讲 我说财神也驾到 对 我说这个加权指数 你看头肩底打底完成 对 它反攻行情 对 那我说上看2万5 我当时的理由 为什么上看2万5 也是台积电吗 对 我跟大家说 我说台积电法人 他把它调高到1千5 那如果用这个当时的价位到1千5 指数还可以涨3千多点 所以说随便台股都涨到2万5以上 对 好 那你看今天的台股 对不对 2 3 5 4 1 我算过了 如果说你当时在这个时间点 对不对 听我的 对 去布局 你到现在这边 其实随便也赚800多点 对 很好赚嘛 好 来 好 再来 看加权指数 我在这个时间点 209 2 2 9月份的时候 对 大家很恐慌 说是什么 打第二只脚 我说不对 这边是一个买点 对不对 当时指数重挫 不合理的时候 要买什么 台积电 对 我888带大家操作 你看888到现在 1千1最高 1张也赚21万 是不是赚钱不难 对不对 我觉得只要选对股赚钱 真的是很轻松 而且我觉得 对我来说 最幸福最快乐的事情是什么 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 对我来说 就是手上的财富 每天看着自己的股票 对 一直上涨 财富一直增加 这个就是 这天下无敌的快乐 对 比三针海味还要好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我自己对我来说是 财富增加 是我最大的幸福 然后带给我家族成员 财富增加 也是我最大的快乐 来我们来看这边 我前几天一直跟大家讲 我说AI要重回主流 理由是什么 NVIDIA NVIDIA你看它已经创高 它如果一直创高 AI就会一直涨 对 好 再来 你看台积电的法说 来看一下是不是像我说的 对 我预估第四季的展望是好的 你知道吗 它第四季的美元 它就预估第四季毛利会58% 毛利58%真的很多 它第三季是57% 它第四季还增加 你知道吗 好 再来它第三季EPS 12.54% 年增54% 它的生意真的是好到不得了 对不对 好 再来它说什么 AI才刚开始而已 好 你看 AI才刚开始 你知道吗 你看到这一句话 你就要想到说 供应链是什么 接下来什么股票 才是可以投资的 因为台积电 讲实话 现在来买 未来还会长 但现在买的话性价比不高 我今天问我会员 我说你这样800多 买到现在赚多少 其实对一般的小资族来说 不能买一张 你只能买100股 但是也赚2万多也不错 但是有更好的性价比 那就是什么 就是在他讲的AI时代来刚开始 所以我们要布局的是什么 我前几天给大家看的 对不对 就是散热 机壳 跟AI相关还有机器人 对不对 好 再来 我们来看这边 来 你看 昨天我也跟大家说可以买 你看昨天1040 对不对 我跟大家说 这个是要买进 因为呢 这个 就是说野村也讲 他说现在台积电 比费半还折价 对 评价不贵 对 好 再来你看 今天我觉得 今天已经创历史高了 好 再来前几天 10月16号 对 那一天大跌 为什么 艾斯摩尔的财报不如预期 那我就讲错杀 对 台积电法说是值得期待的 有没有 我们现在来验证 是不是就像我会员跟我讲的 老师我看 他看所有的这个 很多分析师的这个解盘 他说 他觉得我解得最准 真的昨天也有Light粉丝 也在Light这个上面留言给我 他说他看了我半年 同时段每一台这样看 他觉得我分析的股票 跟这个大盘都很准 但是就是他太慢来加入了 因为人总是要 他缴了学费嘛 很多人都是哇讲得天花乱嘴 但是实际上他去跟他 没有 就是不这么一回事 所以他说早知道半年前就来了 他也不会走这么多的冤枉路 好来 你看 这个是10月16号 有没有 大盘那天跌200多点 对 我还怎么讲 我说来 月线跟季线 黄金交叉对 我来教你们技术分析 教你们怎么看 我说黄金交叉 根据这个时候你来做买进 平均报酬4.7% 台股值本2万4 当时 可是那一天你会觉得 真笑 怎么手上股票跌这么多 但今天再回来看 原来老师讲得这么神 这么准 对 好再来 你看 大家担心现在美国选举 那我跟大家讲 这个不用担心 不管谁当选 美国选后就是涨 15到18个月后 丈夫就是在这边 10到25% 所以不管谁当选就是涨 那现在要怎么做呢 来 10月震荡 今天或许大家很有感 老师怕你怕台积电去贵买都跌 手上的股票都跌 对 因为你知道资金一套 它会有排挤效应 钱都往台积电走了 对 那所以趁跌的时候 资金要做最有效率的运用 对 你反而在跌出甜蜜价的时候 勇敢的买进 你会觉得这句话很熟 我常常这样跟你们讲 但我自己就是这样带我会员操作 我等一下再来说 你看10月一样 现在今天贵买指数跌幅升 因为资金被台积电吸走了 做一个排挤的效应 但这时候你要在10月做布局 对 你看11 12月是涨的 对 你总不能等大涨的时候再来买 对 好 你大涨的时候再来买 你赚的钱的这个幅度就变小了 对 那如果你10月震荡的时候来买 你11 12月你是赚两个月 对 好你看费半也是 10月震荡的时候买进 你能享受两个月的红利 道琼也是 所以今天震荡的时候 贵买 中小型股 你就要勇敢的进去做买进 好来再来 美国9月降息两码 那接下来进入降息的循环 那这时候资金行情就进驻 所以你看当时2020年4月 指数从8500涨到哪 18000 对 那一样现在就是 现在要怎么操作 第一个 太弱转强 你要把手上的这个没用的资金 把它换到最有效率的地方 我一直跟大家讲 你唯独换到会动的 它开始动的话 你不要小看这10%的魔力 10次的10%资金就翻倍了你知道 所以说真的不动的 一摊死水的 干脆把它换掉 换骨算了 我等一下就解释给你听 好那目前就是敢做梦 骨架就敢涨 敢做梦 因为第四季是做梦行情 好那我们先来讲 你看华星光 等一下再来讲标骨 我先来讲换骨的重要性 好你看当时 我讲过了 钟鸿有没有 当时那个 中国大陆降转 降息 那原物料就涨很凶 那我也有买 对不对 那我短打两天发现 获利就算了 获利了解 因为我觉得在涨也是有限 对不对 我把它换华星光 对不对 146附近 好再来 你看 钟鸿 它卖掉 我卖在这边 卖掉的时候 对不对 如果我不卖它继续跌 我23卖掉现在21.25 假设我不卖 也不赔不多 赔两块 对 但是我把它换到什么 我把它换到华星光 有没有看到 一样都10月1号 我们来看日期 有没有看到 钟鸿10月1号 这个也是10月1号 我把它换华星光 好华星光换了之后 昨天 我们来看一下 昨天发现不对 获利出清 好那你看 来我当时跟大家讲就是这个 因为要光电轴 所以我就去买细光子 好你看我买 对不对 146 买了之后 对不对 它就是 沿着五日线上涨 对不对 好到涨到159 146159 对不对 好再来 对147到154 对好再来 146161 最高161对 好那我发现 怎么都在这边做震荡 161显然都不会过 有没有 我发现161 160显然都不会过 我昨天在158附近 157就把它卖掉 对你看146买 157卖掉 就是这样 我在这个地方买 对不对 好我昨天把它卖掉 你看这一段 一张就赚一万多 如果说我今天 资金没有做有效的运用 我一样放中红 来你看中红 我一样放中红 对不对 我卖二三 我现在放中红 我一样没动 今天收二一 对是不是一滩死水 不动 但是我换了一个念头 我资金做有效的运用 我把它换华星光 对好你看华星光 我买在 我买在这边 146147 我昨天开盘157卖掉 对好卖掉之后 一张赚一万一 对你看 我卖掉也蛮厉害 卖掉就跌下来 所以客户就是我们的这个会员就说 哇 老师你很厉害 长得这样怎么知道要买 筹码 对不对 我讲过了 盘中第一时间巨量 我带我会员 我们第一时间买到相对低点 因为筹码是买进的量 对 再来盘中巨量 我发现不对 好像在出货了 第一时间就卖出 所以我觉得就是 你只要掌握筹码就是王道 筹码可以让你买到低 卖再高 但是你要看得懂产业前景的趋势 不是所有这个巨量都是买进量 然后巨量都会涨 没有 你要知道产业前景趋势是向上的 再来你要研判就是他的第四 就是他的业绩是不是会逐迹成长 这个是非常的重要 你也要会看那个产业前景 跟他的这个预估公司的业绩 好 再来你看精湛 这就是我说的 不是所有的巨量 你买进就是都会赚钱 不要说你听我的建议 然后只要巨量进去买赔钱 老师你不是说巨量 没有 你要会看产业前景要趋势向上 还有你要知道这家公司的 在做什么的 行业别很重要 还要就是你也要预估他的业绩 你要会算他之后业绩 是不是每一季都成长 每个月都成长 对 这样才能够这个 就是像我说的 第一档翻身 第二档翻倍 对 好 再来 你看你买进也要会看他的产业前景 好 你看这是我们今天跟我会员讲 你看精湛 对 我说我91买进 对不对 三天 今天来到101了 对 59加码翻倍卖出 91再买回 两次累积获利117% 对 好 再来 对啊 你看我这个昨天买回 好 来 我当时为什么会买 这也是我会员问我的 老师 你就买掉了 你又买回来要冲什么 我说 机器人在涨了 这也是机器人概念股 好 来 我也有在这边讲 我说机器人概念股转强 对 所以不是巨量 每个巨量都可以买 要有什么 当下最夯的题材 因为当下最夯的题材 资金才会聚焦 就像台积电 对 最近今天最强就台积电 那其他的股票不涨 他会资金会做排挤的效应 对 好 再来 好 你看 我当时跟大家说 我说精湛 为什么我当时要买 因为他就是 他也可以说是机器人 他虽然是做光学检测 但也可以应用在机器人 你知道吗 他可以就是随时监控机器人 让机器人提高这个生产的效率 黄仁勋也讲 其实AI就是机器人嘛 对不对 好 来 你看 他就是生根AI 他就是因为有AI的技术 他不只用在 就是比较精密的 就是零件 比如说 比较小的晶片 他可以检测出不良 良率会提高之外 连药 对不对 他也可以用在生计医疗 所以他用的范围很广 这就是双体材 这就是我要跟大家讲的 我接下来要带大家做的 也是双体材 好 来 你看这就是 这个就是巨量 巨量 然后是买进量 当时巨量出来 你有沒有发现 对不对 估计量六千多 然后巨量出来 59代家族成员 做一个加码 限买限掌体 好 再来 继续涨到787 对不对 好 再来 59到865续涨 对 好 再来 他就在80几这边震荡 但我没被洗掉 即便获利50% 没被洗掉 好 再来我们来看 59到961 这时候已经获利63%了 一样你看红红的 这是巨量 我一样续报 对不对 好 59到105.5 获利80% 我还是续报 对 好 再来 回测 创高回测 乖利过大 没被洗掉 因为我知道 产业前景 趋势向上 加上筹码很稳定 对 我不被甩轿 再来 59到104.5 获利80% 对 好 再来 对不对 59到114 获利95% 对 好 再来 好 我这时候就翻倍了 对 然后我当时 对 我就在这边做一个卖出 因为我想让我家族成员先获利放口袋 59到105.5 我让大家获利放口袋 不是只有买 天天买 每天买 每天买哪有那么多钱 我要让我家族成员获利放口袋 翻倍先放口袋 然后来戏剧性的变化 跌下来的时候差不多了 又在买进了 我91又买回来 对 好 你看 91买回来 对 好 你看昨天涨 对不对 那今天呢 今天最高101 所以两次累积获利116% 好 你看 我昨天发现 这档个股 外资主力还是在买 所以它跟我一样看好的 好 你看 即便我现在累积获利116% 你看 它这个KD刚交叉 所以这档 指标第一档 我已经获利累积116% 其实这就是 我要跟大家讲 其实这个女人 我女人 女人跟有钱人都不想等待 你可以一抢 为什么中红我要卖掉 我觉得它要翻倍太难了 你放一年还不会动 对 所以我要找的就是这个 我买了 立即涨 涨停 涨停 快速翻倍 一个多月就翻一倍 就是这样 如果说你想这个 也想要跟我们家族成员一样 快速翻倍 可以有VIP的秘密通道 对不对 好 来 我今天跟你说 你知道吗 我翻倍一个月都会出一档 这是今年的你知道吗 来 今年经历科314% 新复兴 有没有 也是100% 经历科还达精湛 这个都是一个多月 快速翻倍 对 好 你看你9月份错过 现在我们运达投顾30岁了 30周年 感恩回馈 我跟你说 你可以把资金做有效的运用 对 先来买 我刚讲的 就是水冷散热 再加上那个机器人的 零主件那一档 然后呢 会费从这个年后开始起算 好 是哪一档呢 休息一下回来 我再跟大家做分享 想了解最近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动乾坤 运达投顾30岁了 30周年庆 感恩回馈 年后起算 先来先赢 30周年庆 感恩回馈 年后起算 先来先赢 刷券线 明儿2781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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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达投顾 真心照顾 运达投顾 三十岁了 三十周年庆 感恩回馈 年后起算 先来先赢 三十周年庆 感恩回馈 年后起算 先来先赢 刷券线 明儿2781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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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达投顾 真心照顾 迟动了 看见行人行进路口 准备穿越道路时 汽机车应暂停 让行人先行通过哦 很慢耶 行人已进入行穿线范围内 汽机车均应立即暂停 让行人先行通过哦 另外在没有行穿线的路口 不管同向转弯或执行交叉 遇行人过马路 汽机车一样要停让哦 汽机车行进依法 可供行人穿越之交叉路口 未暂停让行人先过 最高可处六千元以下罚缓 停让一小步 交安一大步 内证部紧正署 关心您 好 欢迎回来就是这一档 随人加机器人双题材哦 它是打入GB200供应链哦 好 再来来 这是它的走势对 好 你看哦 它是上升趋势 有没有KD缸交叉 好 你看它的筹码哦 外资 主力 最近五天都默默的在吃货 好 我们来看这边 它今天尾盘拉上去了 对不对 好 然后呢 你来看 你看它这边都有下影线 对不对 你看今天就是亮说 我跟你说 如果你现在手上有不动的 或者说 你想要跟我们家族成员一样 老师你看 每个都翻倍 精彩 对不对 95% 精湛 105% 对不对 好 四季 47% 对不对 如果你想要每个月 都有翻倍的股票 以及跟上我们家族成员 对不对 动不动都三四十%的股票 趁这一次 对不对 好 我们运达投顾三十周年的 这个感恩回馈 对不对 先享受后付费 年后开始起算会起 那广告的时候打电话 咯 我们礼拜一见 拜拜 拜拜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加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一样的 诶 诶 你是 没有 啊 诶 诶 诶 你是 诶 你是 诶 诶 你是 诶 诶 你是 颜分 金 零 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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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秀仙 黎美芬了 车 车 车 宿 宿 宗莎 我是你老婆 你累了吗 宝丽达满牛 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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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丽达满牛 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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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宙头部三十岁了 三十周年庆 感恩回馈 年后起散 先来先赢 三十周年庆 感恩回馈 年后起散 先来先赢 刷刷线 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投雇 成立于民国八十四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 合法运作的 投资顾问公司 拥有证券 及期货双执照 更是国内 少数老字号的 投雇公司之一 投雇业 是一门良心的事业 面对的是 高获利与高风险的投资 我们不造神 更不沉默 专业 智慧 经验 负责 用最后的